當那個小孩子的父母去發覺他們的小孩子發生了什麼事情了。 那這個故事呢,最主要是一個兒童情緒引導的一個小百科。 他把所有我們人的這個情緒呢,分成十個。 那我們的中國人都說喜怒哀樂,好像情緒就只有四種。 但是在這個故事,其實這情緒有很多種。 那這裡呢,他只講了十個。 那有這個害怕、嫉妒、悲傷、驚訝、尷尬、愛、吃醋、生氣、噁心、快樂。 那這本書裡面一共有十個故事。 那這十個故事呢,講了每一個故事都有講這個, 都把這個情緒,什麼東西是什麼情緒來講。 那然後最後呢,他會告訴你這種情緒,你如果有這種情緒的話, 是怎樣來引導你脫離這個情緒。 因為你這個情緒很久的話,會有憂鬱症啊,會有什麼,會有一些情緒的問題。 那我今天呢,我本來要講其中一個故事。 但是呢,我時間來不及,我沒有把那個道具做好。 所以我想就把那一頁翻出來,講給大家聽,可以嗎? 好,可以。 不好意思。 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惡狼的故事。 有一個大野狼,他很喜歡欺負人家,欺負別的小動物。 那結果呢,在生命裡面那些動物呢,都很討厭這個大野狼。 結果呢,他們就想出一個辦法,這個大野狼。 結果他們就跟那個大野狼做一個,就挖一個洞。 在那個生命裡面挖了一個陷阱,裡面都是泥巴。 結果這大野狼很喜歡在生命裡面走來走去。 然後走來走去呢,就欺負那些小動物。 那結果呢,他們就,大家集合起來就要害他,就要來懲罰他。 挖一個泥洞,然後用樹葉把它封在上面,看不出來。 結果那大野狼不知道,風風掉亮,風風掉亮,就過來了。 結果呢,那一棵樹底下,一踩就踩到那個樹葉的陷阱,就掉下去了。 掉下去以後,那裡面都是泥巴呀。 所以他就全身都裹了泥巴。 然後他就很生氣,他就爬出來,從那泥巴裡面爬。 這時候呢,又有一件事情,他們在那個樹底,樹的上面,弄了一個包包,把它打開,掉下來。 就是那個所有的那個雞的羽毛。 所以雞的羽毛呢,就沾在這個大野狼的身上。 就沾成這個樣子,很,很,讓他很困窮。 那結果有人呢,看到這個情形,在旁邊等待,就照下這張照片。 就照了一張照片。 可是,這個大野狼不知道耶。 他只是覺得,今天怎麼這麼倒霉,踩到這個東西又這樣。 他沒有想到是有人設計,陷害他的。 就第二天早上,他照樣去那個社區的那個早餐店去吃早餐。 所以他拿了那個他最喜歡吃的那個早餐呢,又坐下來的時候, 一看,那個早餐的桌上有紀念的報紙。 那報紙就寫了,他全身摘滿羽毛的兇猛野狼。 讓一個大標題在那個社區的報紙上。 他一看,就覺得很抱歉,他就趕快就跑走了。 他跑走了以後,三天三夜,他又沒有回家。 他就覺得很奇怪了。 那大野狼到哪裡去了呢? 就找了這個,找了這個,這個鱷魚偵探。 鱷魚偵探哪? 你去看看,我們大野狼。